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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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是付费的 商业运作 因为有了版权 电影院下线之后 这些都是我们的assets 怎么更好的运用assets 就变成了一个challenge 那么通过电影节 可以把这些电影再好好的回味一遍 对 是不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idea真的非常的棒 那么在疫情的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疫情到现在其实也有三年的时间了 我们的这个亚太电影节 有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受到影响了 因为我们是每年电影节是在年初的时候就策划 一般的我们的时间 电影节时间是基本固定了 10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 就是大概Labor Weekend之后的那个周末 时间是固定下来了 那么我们2020年的时候 也是正在策划 准备策划的时候就出现疫情了 所以疫情影响到了中国 影响到了新西兰影响到全球 没错 所以那一年是非常紧张的一年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不得不取消了 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所以去2020年取消了 但是2021年呢 虽然还在有封城 还在情况不太好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电影节 还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 那么网络发达了 所以我们2021年就用了一个网络的形式 做理事电影节 规模很小 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太注意 因为我们宣传力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把这个事情还是做了 所以是线上做了一次 对 等于就是在疫情之后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在线上做了一年的这个亚太电影节 对 那么今年我们是等于是在疫情之后 第一次做这个线下的重新开启了这个电影节 是吧 那今年有哪些特色呢 今年呢 因为我们年初的时候准备电影节 还是不确定今年的疫情会怎么样 对 因为电影节的准备呢 要花很多的精力和财力嘛 那么提前准备 那都准备好了 假如说又出现疫情了 那就损失很大 是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两手准备 就是说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结合的方式 结合 所以我们就以线上为主 以线上为主 那如果能够进影院呢 如果疫情过去呢 我们就做一些影院的那个那个线下的播放 所以还好了 今年 还挺给力的 还挺给力的 是的 对 大家现在都挺fraid的 对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大家在经过前面那一段时间的各种lockdown呀 然后自由被限制了之后 好像现在越是这样子的活动 大家特别乐意去参加 所以呢 预祝今年的这个亚太电影节 可以说是大家都满满的坐在电影院里观赏我们的电影啊 是 那么之前的电影节是不是都有明星到访啊 对 以前电影节除了第一年之外啊 嗯 我们举办这一年都有电影明星啊 国内来的明星到晚 包括韩国的 不光是中国的 嗯嗯嗯 参加我们电影节 都有谁 哈哈 好感兴趣 有哪些卡丝吗 很 最有名的 吴京 哦 那确实很有名 是的 他只参加过一个海外的电影节 就是我们这儿的 就是我们这儿的 他没有参加任何电影节 嗯嗯嗯 啊 吴京 然后包括宋家 啊 然后还有盐一宽 哦 王立坤 哦 素颜女神王立坤 对对对 王立坤 那个就是我们来这些这些这些年呢 每年都有中国大陆来的 嗯 啊明星 因为这个开幕式呢 我们明星效应哈 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大家都说啊 哪个影星来 我们能不能见见面呢 嗯嗯 所以我们每年希望 国内能够有些明星过来 嗯 那为大家注重性嘛 大家就是也是啊 看一看就搞得热闹一点 对 尤其在新西兰 对对 很难见到明星的 哈哈哈 也谢谢您给大家 谋的这个福利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哈哈 那今年的电影节 都有哪些精彩的电影呢 好奉献给大家 今天电影呢 我们是这样子 呃有线上的电影啊 嗯 院线不是线上 线下的啊 院线的电影 嗯 我们有天公苏惠 世间有他 遇见你 嗯 只有云之道 春朝 嗯嗯 这是五部中国片 嗯 还有一部呢 是韩国片 叫Detective K 哦Detective K 对嗯 一共有六部片子 嗯 其中天公苏作 世间有他 遇见你 这三部都是2022年的电影 哦 那都是很新的 很新的电影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因为疫情嘛 一直在封城啊 很多人不愿意去这种有聚 聚会的地方 聚集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疫情过去了 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啊 大家可以开查 今年的新的电影 对 我觉得我在那个今天见您之前 我做了一下这个research 尤其是我对于这个这次亚太的影节 要展出的这个世间有他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里头的这个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像周迅呀 还有就是导演也非常厉害呀 都是李绍红啊 就像这样子的非常大的这种咖味做的电影 而且呢据我所知啊 这部电影其实他讲的就是疫情期间 以女性的视角去看疫情 对于每一个家庭 或者是每一个这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个人很期待的一部电影 我能去看吗 当然可以看 因为我们今天店一个特点啊 今天所有在院线的播放的电影 全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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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大福利啊 对啊 一般来说一张票价应该也在30牛币左右 我差不多啊 我那天我看了一下 哇25牛币啊 还是2725 我一看哇不得了 这个现在 这就是 店票的这么贵了 所以我想这次是一个 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福利啊 免费的订票 网上订啊 你也确保有座位的话 网上订 到我们那个这次电影呢 除了开幕式之外啊 其他的电影都是在 The Capital Capital Cinema 就是在Dominion路上 610号 Dominion路 在一个路口的那个位置 是不是 对路口往前走一点 然后有一个边上 他边上是一个攀岩的一个 一个 俱乐部 可能小孩子小朋友 攀岩的以前都在那玩过 他边上是有一个影院 其实那个影院 好几十年了 只是说以前很少有中国电影在那边放 大家不太清楚 但是呢 这次我们 应该是这个影院 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周围很多的华人的商家 那大家去看电影呢 可以烧平一下啊 吃点东西啊 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 华人在中区聚集的也比较多 就交通啊 停车啊各方面 公共交通啊 特别方便 所以我们想用这个地方吧 那就是希望以后呢 能够给商家周围的商家 华人的商家 特别华人的商家 带来一些生意啊 也为我们的观众带来一些方便呢 你 我们下 电影有下午长 有晚上长 所以我们时间安排 基本上说 下午看完下午的 你可以去吃晚饭吗 然后再晚上 或者你吃完晚饭 晚上就看完场了 就是给大家有这么一个 考虑的也太轴道了 但是要想去看哈 赶紧订票 因为票 还是很有限的 有限的 对 每个电影等于是两场是吧 那你想想 如果说拖家带口的 然后先看了一场电影 这就省了百十块钱了 哈哈哈 对吧 你这样再看一场 我的天呀 那就把大家的饭钱 都给大家省出来了 是这样 真的是太实惠了 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一次机会啊 太难得了 非常好的机会 对是的 那我注意到 咱们这次的这个展播的电影当中 还有只有云知道 这部电影应该说很多华人朋友 应该都看过了 曾经应该是在前两年 19年的时候 19年的时候 是特别火的一部电影 我感觉当时 只要是跟朋友聚会 都会聊到这部电影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和李主席啊聊聊 这部电影背后呢 其实跟李主席还有一些渊源 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 一会儿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 2022新西兰亚太电影节 将于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奥克兰举行 2022年中国票房电影《遇见你》 《世间有他》以及《春潮》 《只有云知道》 韩国电影《Detective K》 均在影院上映两场 所有电影免费观影 订票请登陆 Capital Cinema网站 另有多部中国电影提供网络观影 请登陆www.apff.org.nz.films Hello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酸酸真乐活》 我是Aris朱瑟宏 那么今天做客 我们《真乐活》的嘉宾呢 是新西兰亚太电影节的主席李博先生 您好 非常欢迎您 那刚才呢李博主席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今年的新西兰亚太电影节 又要开幕了 并且呢准备了很多精彩的电影 跟大家分享 其中就有一部 我们华人特别熟悉的 《只有云知道》 那刚才呢 跟李博主席在聊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啊 这部电影的背后 这个故事啊 跟李博先生还有一些渊源 是吗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那这个电影 这个主人公 是不是跟您还有一些认识 是这样子 这个电影的原型呢 在片子结束的时候 他也讲了一下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怎么回事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就是去世的这个女主角 她的名字叫罗阳 那她的先生叫张树 那么罗阳呢 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我太太啊 我太太跟罗阳呢 是在是同事很好的朋友 他们在一个办公室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那个 经常一起玩 还没有结婚吧 就像现在年轻人 也经常出去啊 玩啊走啊 所以她跟我太太 关系特别好 我们也经常出去的时候 也经常见面 那个时候呢 就知道罗阳啊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心脏不好 就是说那个事也不太懂啊 这些事到底怎么样 然后就是说可能生命 都不会太长久啊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事 然后九十九十年代 没有到八十年代末吧 这个罗阳呢 跟他的那个先生啊 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去出国了 当时我们听了这消息觉得 还觉得我太太说的 哎呀你看看这个出国了 那个时候出国不像现在似的 我们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发达 还不够富强了 所以出去呢干什么呢 生活要打拼 打拼很多的情况下 就是最容易的方式 就进餐厅嘛 餐厅打工 那以后挣点钱了 可以开个饭馆 所以这就是这部电影 只有云知道反映出来的事 没错 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 所以他们去了加拿大之后呢 就做了一间餐厅 这是一个事 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离开之后呢 我太子就跟罗阳就失去联系 因为我又到我们又到新西兰了嘛 嗯嗯 冯晓刚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在新西兰拍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没有 不知道他要拍什么 知道他来拍 然后这个电影拍完之后 我们去看了 嗯 啊 这才知道 这个是罗阳 因为冯晓刚其他电影里面呢 罗阳也出演过 嗯嗯 像 1942吧 冯晓刚1942 他出演过宋庆明啊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太子就说 哎呀 这不是罗阳吗 说好久没联系了 应该跟他联系联系 所以那个时候呢 罗阳呢 去了加拿大之后 他可能就回到中国 因为他的先生呢 是跟冯晓刚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几十年的朋友了 嗯嗯 那在这部《云之道》这部电影以后 冯晓刚也特别讲了 就是张树跟他一起拍了 很多很多电影在中国 然后特别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他们的 一起的战友啊 他们都当兵嘛 北京战友文工团呢 嗯嗯 所以 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 我太子就特别伤感 就说哎呀 说罗阳去世了我都 都没有这么多年 没有联系到他 都没有这么好的朋友啊 就是哎呀 说就特别伤感 就回想起很多年轻时候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今年呢 年冬天的时候啊 因为前前两年疫情了 也出去不方便 所以我们也特意到那个拍摄的 那个小镇 Clyde 嗯 来去看了看 那个那拍摄景点嘛 那个我们到了咖啡店 我说你看我跟我太子说 我说就是这个这个咖啡店 一定是这一间 嗯嗯嗯嗯 因为那场景我都记着嘛 啊 然后那Clyde 很小的小镇只有一条街 嗯 所以我们到那去看看 跟那个咖啡店的那个 owner啊 也聊了一下 说是啊 这几年前 两年前他们来这拍了拍了很久啊 就在这间店 重新装修过 那么 我说有没有很多人来来看啊 到你这来来来来 我们有很多photo 我们就拍了那个 当时拍拍电影的时候 很多photo在这边 但是那个震来疫情嘛 那个就是游客就少了很多 嗯 是是 所以如果明年啊 如果大家愿意去看的话呢 可以到那Clyde小镇 非常美的小镇 非常美 以前我也没有去过 就是因为因为这部电影我去了 那我去的是冬天 这说的一个讲一个故事 就可能长了点冬天 那个冬天呢 那个雾啊 雪啊 还有那个云 我就后来想 这部电影起名 只有云知道 为什么 就是你从昆斯汤开车 去Central Altago的时候 去Clyde这个路上的时候 这个云呢 就在一流一流的云 就在山间呢 就围着这个山呢 转 就是山谷之间 那个云在上面 特别漂亮 你在其他地方 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是开车 走到那个山间里头 还不像昆斯汤 昆斯汤湖边 你看到 那个一流一粗白云 长白云这样的 它那个效果 是在整个在山间 那个云就在山中间 哎呀 怎么怎么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这是不是很神奇 我说估计是他们摄影剧组 在这拍的时候 太美了 看到这个太美了 所以起了一个名 确实很有意思 嗯 对是 其实就像您说的 这个只有云知道 之所以能够得到 这么多华人朋友的喜爱 包括很多人可能 在看了电影以后 就对新西兰产生了向往 所以很多这个拍摄的这个场地呀 还有一些景点啊 到后来就成了网红打卡点了 是的 而且我相信啊 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 在看完这部电影后 就产生了共鸣 曾经的他们来到新西兰 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电影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魅力 它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 它跟人产生共情 或者说包括这种文化的一种传递 其实都是以更自然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亚太电影节 其实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通过电影呢跟大家去交流 然后用电影语言去告诉大家 很多这种华人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亚洲国家的一些故事 让大家去更多的去了解某一个国家 那像这一次包括我们还有这个Detective K 也是一个韩国的电影 那我相信可能在这次亚太电影节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社团 不光是中国的社团 可能都给我们的亚太电影节 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是吗 对 之所以称为亚太电影节呢 是原因我们的内容不仅仅是中国电影 我们有韩国电影 日本电影 有菲律宾有泰国 以前我们内容更加丰富 那么因为这几年疫情嘛 疫情的原因 我们这种交流物流受到一些限制 我等一下跟你说什么原因 就是说 这次有一部韩国电影 韩国电影Detective K 也会在电影院里演 其他的原因就是物流的东西受限制的是 你要在电影院里放 要用那种DCP嘛 就那个硬碟 硬碟 硬碟都需要加密 他都有一个前期的 我们首先要沟通 参加餐饮 参饮完了 我们要筛选 我们不是说你拿一个片子 我们就能给你演 是 筛选 筛选要通过新西兰的审片委员会 去评级 这个需要六周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特别长 那么再加上准备物料 再从中国 从海外再寄过来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次呢 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说 物料的准备来不及了 就是审片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今年呢 也拿来了大概12部电影 放到网站上 就是通过网络播放 这样的话就不用传物料了 然后那个审片 我们因为不进营院嘛 就是按照新西兰的法律 说营院一定要审片嘛 所以我们就在线上 但是这些片子呢 都是中国来的片子 都有那个龙标啊 都在中国都被审过了 不是说随便的一个电影 中国就看过了 所以我们是通过网络来不放 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我们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呢 来不及操作的 就把它放到网络上去 对对对 而且就像您说的 就是也有前期考虑的 这种两首准备 等于我们线上线下 都结合了起来 真的是考量的非常的周到啊 那么其实这次在线上 等于12部电影对吧 然后再加上这个线下 在影院里头的有6部电影 等于我们准备了18部电影 跟大家分享 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定通过我们现在屏幕下方 出现的这个网址 首先一个是订票的这个网址 大家一定赶紧去订票啊 一票难求 那么底下的这个网址呢 就是我们在线去观看这个八部电影的这样 是12部电影 对12部电影的这样一个网址 大家通过这个网址呢 就可以在线上去观看了 那么在这样子这个亚太电影节上呢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支持我们的亚太电影节的 同时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都有哪些人呢 我历年都说哈 我们亚太电影节之所以能够这样走下去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离不开赞助商的支持 离不开社团的支持 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对吧 所以我们今年的亚太电影节呢 得到了新西兰文化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 Resin还有Resin是做油气的啊 还有Mortgage Alliance 得到还有China Line就是华石 得到这些商家的大力支持 当然还包括韩国领事馆 韩国电影委员会 因为他们提供了影片嘛 所以这些商家呢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下边我才能够走下去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商家的支持 就是我是寸步难行啊 是 当然也是感谢这个观众的支持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现在我昨天吧 我看了一下 就是很多片子场地 已经一半的座位都已经定没了 所以就说明观众非常也非常热情 是的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商家的支持 那么当然里面我们还有我们 亚洲新投基金会 太平洋交流联系中心联络中心 我们还有AsiaWorks 当然我们这些机构也是这么多年 一直在里面 持续不断的来做这个事啊 也确实是不容易的 是是是 那么刚才在节目之前呢 我跟李主席在聊的时候 李主席也说 其实在亚太电影节 新西兰的亚太电影节啊 刚刚开始办的时候 并没有想着之后会怎么样 可能从第一年开始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 结果没想到呢 在后来的每一年 有观众的支持 有这些sponsor的支持 就这样一点点的做下来 现在回头望去 都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 是吧 那么其实呢 李主席也说了 只要大家的支持在 观众的支持在 然后商家的支持在 那也许还会有 以后的十年二十年 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精彩的影片 也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观众 因为我们今年呢 其实2022年的电影节呢 我们想是为了2023年更大的活动 来做一个铺垫 希望到明年的时候 如果疫情过去了 这个人员交流容易一点的时候 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明星 电影明星 太好了 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大一点 希望大家支持 太好了 太期待了 那么预祝今年的亚太电影节 可以圆满成功 同时期待之后的电影节 越来越精彩 那今天的三三真乐活就到这里了 感谢李主席的做客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